欢迎各位又来到家国生活每逢晚上11点至12点在FM105.9广播 直播室有Alex夏河和我Alex肖 那我们今天是讲些什么 夏河 艾力 两期呢 一个是讲了AI 一个是讲了无人驾驶的T-Cat 都是比较令人激动的话题 那我想到今天呢 我们是怎么都应该讲一讲呢 现在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5G 我们看到最新的iPhone 它已经写了可以适用5G的了 那我一开始呢 首先可不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呢 就是我们不是很 就是技术背景不是很强的那些朋友呢 帮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5G呢 好好 我们先讲1G先好吗 就好啊 从1G开始了 讲背景先 大家都知道 看到1G、2G、3G、4G 我已经没注意过这个名词 是啊 那其实1G就是我们80年代中期呢 就看到这首题大哥大电话 哦 就是大砖头那样 是大砖头那样 那其实它的功能就很少的 它可以做少少试试 很low suite的 最主要是讲电话而已 ok 那去到呢 就是90年代中期 那大家很多时候可能看到有些no key的电话 这个样子都好像no key的 是吧 那时候用过 用了很多年了 是的 那它呢 就将那个速度增强了15倍 那去到40k左右 那然后 因为它又去到40k的层面呢 就可以做到这些text messages 那所以当时呢 就是就是出了一些text messages 对不对 那然后ICQ都好像是那时候出来的 是的 那就是现时的WeChat可能都是那一代出来的 那然后 那到跟着呢 就去到差不多2000年头开始 大家在讲的3G了 3G了 对不对 3G又是Docomo 那当时又是GSM电话 又在欧洲 那然后美国又CDMA电话 它们就要merge在3G的线线 那这个速度就增加了50倍 50倍 哦 那看那个样子 这个卡通的样子 是不是那个时候叫blabbery 就是blabbery 就是blabbery 你用blabbery 那时候是email功能 可以上网 是不是 那就是上网就不是很快而已 但是也可以上到网 那样 那时候Instagram Facebook都开始来了 就是那段时间来的了 那去到2010中期 2010年头呢 其他世界 其他国家就开始有个4G了 那这个4G的速度就比以前的3G更快 所谓的LTE线线 那就快成10倍 至三四十倍 那样的 那你就可以 就是我记得当年 2015-16的时候 开始呢 我们在GOTRAIN那里 那可以听一下电台的广播啊 甚至有些短的YouTube那些视频 是不是 那在当时 那时候呢 Touch screen Touch screen的那些 平方那些 那时候 那时候已经比较成熟了 那所以你看到呢 就是每一个年代 大约10年左右 那每个年代呢 就是大约就是 那些电话的装置就要升级了 那些网络也要升级了 那所以去到5G呢 GAS在说5G呢 其实5年前开始在说的了 那然后呢 就是 它5年前已经开始在说的了 那去到2017年 2018年开始 有些售客呢 就已经是 是出来呢 就有些产品 那也都将那些速度 去到一个新的层面 那一会儿我们说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再说那些层面 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增强的速度 一会儿再说 但是before去就是 就是说这个5G 因为很多人在说 这个5G呢 可以带来很多功能 而这个市场在说 1.23个Tillion 好像很大的钱那样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那我们不如去一下 另外一个一个video 看一看 它是可以真的做到些什么的 好吗 就是它不单止是 给我们的手机 更加先进一点 就是更加深潮一点 而是它 除了手机应用之后 是原来那个5G 那个技术 是可以带来更多的用途的 是 它其实手机 是一个很小的部分 哦 OK 那真的 可能很多人未意识到 是 不如我们看一下 好 那你看不看到画面 一个5G的video 对不对 啊 看到 那看看你听不听到 不听到 告诉我一下 好 开始了 5G 5G 是5th generation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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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surgery 或者industrial application 即是說5G技術是直接跟我們之前講過的 模型駕駛汽車、robot 做手術的robot 原來是十字關聯的 是呀 絕對是 OK 我停止了 因為你為什麼呢 我發現不見了recording 我也在閃閃了 閃閃嗎?我只不過看不到 不要緊 OK 這樣看來那個5G真是易重大話 還沒得了 我先回覆一下 好 OK 繼續 現在繼續這樣 OK 5G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沒有意識到 我相信很多人 很多朋友 中端用戶 可能不要想到 5G的意義又這麼有新年 那其實5G呢 其實5G呢 就在講很多不同的技術 那不如我講一講解 那些技術牽涉什麼 好嗎? 那也要玩一個影片 其實為什麼我不講解 因為一個影片 就會有一個畫面 可以大家清晰一些 可以看得到 他是想說什麼 好嗎? 那就去那條片先 OK 那就是這條片 看到這條片是不是? 看到 5G uses some radio frequencies in a band known as sub-6 from 600 megahertz to 6 gigahertz part of which is also used by current 4G LTE but 5G will also use a higher band of radio frequencies from 24 gigahertz to as high as 86 these much higher frequencies bring with them much higher data rates now while these new 5G radio waves can carry more data with higher performance they can't carry it as far so 5G will use a lot of so-called small cells these are small versions of the big cellular towers we all know 5G will also use some new tricks in these small cells like beam forming to efficiently aim transmissions rather than just spray everything everywhere the bottom line though you will need new phones, tablets, portable hotspots and the like with a 5G radio inside to connect to the new 5G networks your current 4G or even 3G gear can't tap into it 5G 那這裡我就停一停那個sharing 那我就想說 其實它那個說法是有少許誤導的 是嗎? 是沒錯 那其實它加上那些所有的新的5G的網絡 如果它做純粹是5G的網絡 就當然4G和3G都不可以用了 但是大部分的application加上 因為知道5G其實它有局限了 剛才大家都聽到局限了 它不可以去到很遠 還有它不可以穿牆 它也都不可以 就是如果去到那些樹那裏 就被吸收了 還有那些 rain呢 也都是過不了的 所以它是有很多限制的 所以要做一些small tower small antenna small antenna small shell 它叫做small shell 就是在一些比如說 好像在traffic light那裏 那裏 或者是屋頂 OK 然後那個裝置 裝置這些 然後好像說 譬如我們在家裡 如果大家熟悉家裡 有個Wi-Fi網絡 如果屋大 譬如好像你啊 Alex 我怕屋不大 去到某些地方 你收不到的 那你就要加個relay 那這個概念就是一樣的 它的概念就是一樣的 它就是加一些小的shell 在不同的地方擺置 然後每一個shell 可以去到 或者可以 和32個device king 或者256個device king 看看它擺什麼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 這樣的形式的shell 那才可以達到目的 所以這個是 我的理解 它有很多先的條件 是啊 沒錯 到它量大了 但是它又 傳不得遠 又要擋著 就需要一些硬件上面 要加多一些 還有要升級很多硬件 是啊 是啊 所以它除了那些shell 那些micro-shell 就是將它的網絡增大一些 因為它的信號太密 你一定要 它不可以去得很遠 就靠一些small shell 來extend了那個network 那還有一樣東西 它因為呢 如果你去到高"... 的數碼的時候 高潜伺、高量、大量的程度 高捨 好大量owym 大量的時候 要加大量 我們又會同一條天線 這樣我們就會有機會 有發情 所以它的效應 就是從22個od 或者256個od 那它有些程式 使你 它只是對準你的器材 這是一個方法 對準目標 再加上一些程式 令它抵消了有機會滑溜的東西 全部靠用程式搞定 硬件軟件軟件也做了這件事 所以它有所謂的辯明就是硬件軟件的做法 對準你的器材 有目標的 沒錯 然後增加了連結 所以它也不能進入 當然它也說 有個問題是不能進入牆 你怎麼對著它 在家裡 或者其他的建築中間有一個接收的系統 或者我再講一講 其實它的建築是甚麼 好啊 不如大家再講 是因為那個呢 其實就是 就是 通常呢 就是所有Vendor 一會兒我不講甚麼Vendor 那大致上都是用那個方法的 我想我先分享它那個畫面先 OK 好 所以我們 大家再了解一下那個 這個就是那個 你看到這個 你看到這個雖然是Nokia 這個就是Nokia 是不是 那雖然是Nokia 但是其他的那些呢 都是一樣的 那大家看到呢 有三樣元素 是不是 第一樣東西 就是那個5G Transport 所謂5G Transport 就是那個 其實是那個Backbone Network 那你看到有條天線 那就是說 Cellular的那些天線可以繼續 還有它地底那些 Couple wire 或者Fiber optics 都可以繼續 但是它就只是增強板 令它的speed快一點 很明顯 那這些增強板就是 4G5G都適用 是 4G5G都適用 那所以剛才方常說 4G那些手機 是電話不可以用 其實不對的 是它是可以用的 4G都可以用 4G電話照常使用 但是呢 如果要用5G的話呢 是不是它就是 要在這個大的訊號它之外 還要加很多小的 中轉的那個暫點 是啊 沒錯 如果你去到說 有5G的網絡在那裡 那你就可以用做5G的東西 不是5G 沒有5G的網絡 是用4G的就搞定了 嗯 那所以5G的電話呢 就在4G那裡用到 4G也都可以 在4-5G的網絡那裡用到 這個暫時的做法 那你見到呢 這裡呢 右手邊有些 connect那個 我沒有一個cursor 可以摸到 是 那你在右手邊 見到是不是有個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 faster connect faster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 就是microcell來的 對 只不過是用一些 banned river比較上 是充實的 是密一點的 嗯 可以快一點 那你見到中間 有個offload to wifi 那個是什麼意思呢 那個意思是 因為它進不了屋 那所以它要一個 新的wifi的網絡 那個wifi呢 就是用wifi6 嗯 嗯 那這個比較上 都 現時的wifi呢 就是第五代的 嗯 第五代呢 就是用2.4Ghz 嗯 其實呢 跟5G那個 那個spectrum 是差不多的 嗯 因為5G 由68Mhz 開始一定去到 86Ghz 都有的 哦 那就是很廣闊的 那它有些 就是在Below 1Gb的 那個Mhz 那些叫做 Low End Low End 那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呢 由去到 由所謂 就是六八個 sorry 它不是這樣 由六八個Mhz 去到 如果沒有記錯 是六個Ghz 它叫做 16 那通常呢 就是那些 早期一些的5G 一定是用那個 比較上 低一點的bandwidth 來做這個 這個transition 那然後呢 在六八至到 1Ghz 就overlap了 現時5G的那個 那個signal 就是4G 已經是 跟這個5G 是overlap了 的 所以都是 可以在兩邊 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所以 令到兩個網絡 是可以transition 的 對 因為它也是用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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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只不過 你用低一點的 那些 那個製作便宜一些 高一點的 就是貴一點 那所以你看到它 看到三個元素 我就是在講的 一個 transportation 那是沒有改變 只不過增強版的 那就是Fast Speed 那然後 然後這Microsoft 呢 就將它那個 就是 因為它是 加多一點 的 那 令到它可以避免 不可以旅行那麼遠 可以避免比較大一點的地方 用Microsoft來延續的網絡 然後進入房子 因為它的信號不能進入房子 所以用Wi-Fi 6 用Wi-Fi 6 將它轉到家裡的Wi-Fi 然後本來是2.4GHz 即現時的Wi-Fi 5 但它將2.4GHz 那就是在家裡使用 當然它的電腦頻率是在房子裡使用 在房子裡的就變成了 Wireless Network 就是5G手機使用 其實有時候我們都 用手提電話 收不到訊號都不出奇 所以普遍上人們習慣回到家裡 就用Wi-Fi 所以這個問題反而不是很大 但當然它遲早都會解決這個問題 但在這個時刻 其實幾個企業 都是採從一個 4.5-5G之間的技術 就是Roll out 5G 幾間都是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那個 那個 market share 這個有沒有market share 這個不是 現在市場是什麼情況 我們已經了解了 整個架構 我們稍後找一找 才找到市場的 那個 那個 那個網站 不知道放在哪裏 那不如說一下 就是no gear 我們就說了 其實華為呢 它的network 都頗豐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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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產品比較早一點 所以有個市場優勢 其實它的market share 在2019年 就不夠 ARISON ARISON 當時有30% market share 它只有28 但是去到2020年 但是去到2020年 它那個market share 就已經排第一了 反而ARISON 都覺得ARISON 是的 ARISON 然後它去到28點幾 那它是2019年27左右 那就是它是有去到2020年 今年呢 其實還做得好 過其他的公司 那它其中有一樣東西 它就中了 那我就說過說 有robotics 是不是 或者那些driverless car 它們的real time 那些application 是需要一些很fast speed的network 哦 所以這個network 真的要支持 是的 為什麼要支持那個 無人駕駛汽車 就依賴那種file 還有那些robot 也是需要這樣的東西 那所以就其實華為最厲害 就是說 它因為它那個5G 其中一個功能 可以 define 你 就是給個slice 給個slice 你 particular customer 比如那些大公司 比如好像某大鐵廠 它是用了robotics 來做這個控制的 做他們那些工廠裡面的東西 嗯 但是你怎樣做remote management呢 那你就可以用5G的網絡 嗯 可以提供到real time 沒有latency 那可以即時控制到你那個工廠裡面的運作 嗯 甚至乎surgery 都可以做 那它呢 就是這個叫做tob 其實就是5G tob 就是5G on demand for business 的deployment 那這個做得比較多 可能因為這個就比較成功 那這個就是5G的特別的地方 嗯 那其實就是整體上 我都大致上介紹了這個是怎樣類型的 5G 啊 是怎樣回事 還有可以做什麼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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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養見識 那其實就是 很多個 全世界很多個國家 已經在做試 就是test這個5G 啊 比如說美國有12個城市 嗯 日本有4個城市 嗯 其實加拿大都開始有5G買的了 啊 是的 還沒見到加拿大都開始 不過這個很大頭 又比較複雜 所以呢 可以理解的 那歐洲呢 就用這個5G就比較多了 啊 這裡全部都是歐洲 其實這個是EU的網站 來的 有多少個國家 給多個城市 在使用的 它的人口密度大一點 它就比較容易實施 5G 是嗎 是的 好像加拿大的day call 是有點難度的 是啊 那譬如西班牙 巴塞隆拿 做很多了 是不是 其中一件的事情 他做呢 就是做個Smart City OK 所謂Smart City 就擺不同的感應器 在個Downtown 巴塞隆拿 是不是 那然後呢 就譬如有人跌倒 那它即時可以知道 他看到的 那就可以發布 那5G呢 其中一件事 它甚至乎可以到 你怎樣管理 那些情況都可以 譬如晚上 有時候偷 在那裏 它可以令到某些燈 突然間 就是照著那個人 那些事 完全可以做到 所以Public Safety 亦都有幫助 哦 OK 即是有了 5G度 有些這樣的功能 但必須呢 就是要 就是 有 是的 要有 有這樣的 看你 Dependent 什麼 情況 那它可以 provide這些功能 可能LTE 4G 都可以做到 這件事 那但是 它在5G 申請這件事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它其實 某些地方是想 promote這些東西 嗯 嗯 那所以其實5G 其實似乎 大小已經正在 那 甚至乎 有些報告 我看到 US 2026年 就一半的 Mobile 就是去了5G 反而 Europe 就比較少 Europe 是31% 那然後 China 就26% 那可能美國人有錢 嗯 那日本 日本也很普及 日本好像45% 去到2026年 是 那我也不足以 因為日本人 都玩技術的 他喜歡 是的 那其實 就是 5G 其實 很多人都知道 大小所出 你知不知道 原來很多人 也都反對 哦 為什麼呢 它是因為有些什麼問題 它 不如說 我想 我就是想問 是不是它對 人身安全 會不會有些 影響呢 因為我知道 以前的 我們很關注 那些 就是你家裡 如果是電線 它 旁邊 很多人說會 天線 那些天線 可以 是 是不是這個問題 是的 你說得絕對 對 所以我們不如 分享一下 影片 它在說什麼 大家可以解釋 用不需要擔心 了解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問題 是的 沒錯 那我就去這條片 是不是很快 解釋 5G 是 這條片 dled with the truth. 5G may sound like microwave ovens mounted on poles running with their doors open, 언� Dinad are nothing new. already emitted by your current smartphone...... old cordless phones..... wireless headphones and earbuds.... and anything with Wi-Fi as wells as microwave ovens. even 5G's highest frequencies bought by scientists to be non ionizing radiation. You have to move on up to X-rays, gamma rays and cosmic radiation to find the kind of emissions that will harm cells, and 5G is far below that. 5G follows the inverse square law, losing power rapidly at even a small distance from the small cell. The U.S. CDC says there is no scientific evidence to provide a definit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cellular radio wave safety, whether it's 3G, 4G or 5G. 5G will take... Actually, it's very simple to say. Gamma ray X-ray with the frequency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or example, we're talking about gigahertz, right? You know, gigabyte and terabyte, right? So it's to terahhertz, right? And these X-ray and gamma ray, it's to terahhertz, right? So it's quite a long time. You can think, 86, the highest is 86. What time will it be to 1,000, righ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So it's not... So these materials, I want to tell you the information, is that we're not going to worry about this. We're going to get this conclusion. Yes, right. So in the CDC, Yes, right. So in the CDC, the CDC has been told that we're not seeing the details of this problem. Yes, right. So if it's a problem, we don't need to use the microwave. Yes, right. Yes, right. I've heard a lot of people say, the microwave is more careful, more careful, more careful, more careful. There are a lot of ways, but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But today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material, it's very clear, it's very clear, it's completely clear, 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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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r. the screenieners it's clear, but there are many 5G devices. The phone's number one is going to be the same, and this comes up. I feel good. Well, I found it was and this is Iphone, Iphone, the iPhone 12, Iphone 12 pro, 5G yes, and he Samson S20 is 5G. Yes, even there are many 5G 華為也有 華為也有 華為、LG 那些全部都是大Vender 但是必須知道 不是到某個地方都用5G 你未必用 只不過是買一個感覺 手機是用不到 但是接下來 今天大致上就講到這裡 好啊 雖然還有很多事情想知道 不過應該這一次 我都覺得我都很想見識 多謝你 好的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